什么它叫做油梗 要够顾 够顺 够吸机 创业十足的蔡国人 随性疯狂 超油梗 喝冰淇淋保证你还没有尝过 一端上桌 就让你一眼难挂 他好像小公布一样超厉害 他直接就把他的招牌 直接磕在身上了 他随着身体都是他的活招牌 不论在大城还是小镇 大街还是小巷 太有梗 处处有真心 人人有妙招 绝对让你摆脱无良 他是一个以世界特定为主题的 一个清常摆脱公司 最后他连他服务柜台 是空姐 是空姐 带我来到那厕所 我都有场景错乱的感觉 我倒是后来上洗手间 还在这手红蜜台 来吃饭的 玩家工作 爱在生活 准备好开眼界了吗 太油梗 算你很 ready go 讲到泰国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去曼谷 随时 随时都有大批 围观群众 来买奶茶 更要来看大叔泡茶 他好像耍工夫一样超厉害 他就是大叔他今天卖几年的 已经卖几年的 可是他一开始就是要不卖吗 他说他喜欢玩 他说他卖奶茶 他觉得很漂亮 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甩 就慢慢一开始是正常的泡 他就觉得说这样很无聊 为什么要这样子拉 没想到他刚才信了很多人来看 真的超多旁边都看秀 他就一直跨到圆满 然后就大不了 你知道刚刚那个是热水 很热热水 他也很漂亮 他说他 他看过好久 他说他没有看 不会练成啊 他直接打赤卓 他也长掉 他也长掉 你报 哦 富贵 富贵 富贵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那个 然后中间就是他卖的那个奶茶 对对对 他已经已经卖奶茶为字了 哇塞 他直接就把他的招牌 直接刻在身上了 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活招牌 卖奶茶卖成这样 是不是超有梗呀 不管是奶还是茶 是冷还是烫 一到奶茶大叔手上 他就是有办法转来转去 上空加自信 来嘴加微信 泡茶加咕咕 炒一杯浑身设定的菜式奶茶 一杯这一杯 人气超级旺 他这样子一天卖油小分 他人质超多的 我之前有跟他聊多天 他说一天最多的买一千杯 他有个借 最少的一千杯 我看你不要加一斟好了 你不要加一斟 你加卖什么 你卖冰的 好乱啊 我怕 我怕他拉着我要起来卖奶茶 我也要练这个 你还语 你还叫我打赤博的饭 我看他转转 你还要拿回来 我买奶茶就好了 我买奶茶就好了 对 我们点了没 我看 我看他怎么样子看他作秀 我都不记得我怎么点了 我看他点了 你看你 超好玩的 在这边根本就是买奶茶 可以先看作秀 一杯饮喝掉了熟饭 你就可以看一整包 难道他餐厅永远围那么多人 别以为大叔只会耍功夫 他看他漂亮的橘红色 茶香奶油 绝对是最正宗的菜式奶茶 25块一杯 香浓又好喝 超人气富贵奶茶大叔 想找他 位置就在Rachata意识的路边 不难找 只要看到被人群包围的茶水碳 就一定是他的啦 哎怎么办 我买完饮料 我眼睛还舍不得离开他 还舍不得离开这场秀 饭的奶茶真的很夸巧 等一下再回来继续看好了 有创意有卖点 即使小小一个摊位 也能成为众所矚目的焦点 泰国人玩耿玩的时候 连食物也不放过 他们会在小地方动脑筋 小细节大玩创意 哇挺棒 好多五颜六色的冰淇淋 看起来好好吃哦 你看 你看这种好奇怪的颜色耶 嘿嘿 不过我要是来这家冰淇淋 去介绍给你看 有这么多奇怪颜色的冰淇淋的话 那就有时候爱玩可以超紫色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我来呢 不是告诉你说这家 冰淇淋它口味有什么特别啊 或者有什么猪血膏什么之类 不是不是 它的冰淇淋保证你还没有尝过 一端上桌 就让你一眼难忘 嗨 我要买一个冰淇淋 还有一个冰淇淋 嘿嘿 你们一定不知道我点什么吧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我讲太快了是吗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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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太快了 看不清楚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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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呢就是这家冰淇淋店 美丽的老板娘 那家店很疑惑觉得奇怪 对不对 不是来到冰淇淋店吗 怎么点了一份猪排呢 还有 这个饮料里面 为什么放了一副假牙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冰淇淋做的 你相信吗 这就是冰淇淋店 对 我吃给你们看 就知道我确实了 哇 你看 他那个做的真的很像真的耶 里面还有那个猪排 他只有汤汁都流出来 这看似的汤汁 这看似的汤汁 喔 里面就是布拉米的味道 嗯 嗯 好好吃喔 Yummy 所以他外面 这个是 面包粉 对不对 外面有个箱 嗯 and with a breadcrumb 他是真的把冰淇淋拿下去撬來 可是如果沒有打開來切開來這樣子吃一口看 你完全曉得不知道說他是冰淇淋耶 因為真的就很像一份紙的抽牌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想像這個豆花酥的冰淇淋 我們想像這個豆花酥的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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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ttract the people to come and take a picture and taste it 因為我真的第一眼看到 就會覺得這些真的不像冰淇淋 而且這個假牙像我就非常好奇 它到底喝起來什麼味道 該不會真的像泡牙水一樣吧 and this only you have to pour the lemonade inside and then we pour the soda on the top oh ok so that it's gonna look like the painting of my grand grandma and this only goes to glass 她不只是造型做的像連這個整個過程 就很像那個老奶奶在洗牙衣一樣 oh my god oh my god oh cool look 我跟朋友们也讨厌 这冰是不是很有梗啊 猪排就算了 至少还是可吃的 假牙这可就真的妙了 而且第一次约会来 千万别点这个 好像怎么吃都无法太美丽耶 这家名叫Ister的冰淇淋店 就是以古怪口味 以特殊造型打响名号 而且来这吃冰最大的乐趣 就是边吃边玩 这就是我刚刚看到 颜色很奇怪的那个冰淇淋耶 but what's this so this one is really a special menu of our shop you will have this menu just only here in our shop it's actually a changeable color ice cream trangible color yes 会变色 怎么变 how you drop the sauce here over the ice cream and then the color of the ice cream is going to change 真的耶 你看他们都变色了 哈哈哈 tangical and you can add the fruit on the top of the ice cream for the extra texture and extra taste oh i can create this ice cream by myself 哇 这个好好玩哦 你看里面没有淋到的部分 又还是原色 sand so far and the leaves and the leaves is the aroma leaves on Thailand oh 这太古特殊的一种香料 一点 吃冰竟然可以那么好玩 难怪大家都喜欢 不同礼拜一起来 给阿嬷也需要久来讲 六十几种口味 造型又特别 我真想每种都给她试一下 常有人说百变曼谷玩不腻 因为星期有趣好玩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有位超级达人 却说外表其貌不扬 而且你绝对猜不到它的强项 给你一个提示 跟鸟有关哦 奇怪奇怪奇怪 爱文刻出来不就是要找 好吃好玩还有特别的吗 可是你看看 我们刚开了很久的山路进来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旁边看过去都是树 再不然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屋 感觉有够偏僻的 但是请听看看看看 这里 我的右手边左右对比是不是差很大 这竟然会出现一栋大豪宅耶 听说里面就住着一位超级达人哦 这百叶公司一进来看起来感觉很不一样耶 对啊 除了它是一个以世界各地为主题的一个机场摆货公司 除了文化连它服务柜桃 是空姐 是空姐 国际机场的豪华规则 人才唯一的主题是百货 让你从东京买到巴黎 和好莱坞换化为生 我不愿意